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不知道为什么 北爱尔兰人在英国都是做比较劳工的工作 中下阶级 英国人比较像是统治 中上阶级 有一次有幾個艾爾蘭人就在大太陽底下 一頭很大 在外面礦業在那邊工作 在吐頭 就有一個英國人算是監工的 監工就坐在哪裡 坐在一個小屋子 小木屋下面 坐在搖椅上面 監工的 坐在那邊 又吹涼風 補個顏斗 那邊瞅顏斗 看他們 五六個艾爾蘭人 整身巨冬大個頭 軟碰碰在那裡滑頭 滑得很累 來 晚到請盡快就走 我已經開始上課了 滑得很累 這之間大家都開始抱怨 有些人說奇怪 我們做到那麼累 那一點金只有五塊而已 老家整身巨冬 做幾天 拿五塊 那些英國人坐那裡 二十塊 都不用做什麼 坐那裡 所以回來 吹這個魂炊 在那裡滑油油油油 就二十塊 為什麼這樣 不公佔 四個人都幾乎賺錢 就開始有的人就不怨 不然你去問 為什麼這樣 其中一個大便 好我去問 掘頭在旁邊 來 就走到小木屋頭前 說 欸 為什麼我們做整天 累到要死 再五塊 你坐那什麼都不用做 涼涼 二十塊一小時 本來坐 盡快就坐 本來坐那裡有有有的 英國人就慢慢站起來 喔 這是好問題 Good question Let me put it this way 我用這種方法給你解釋 就這樣走來走來這裡 你看一刀拋嗎 有啊 你看我的手 有啊 我放在這裡 你用出原理 把我針下去 我手放在這裡 你把它針下去 那個愛人說 好啊 沒問題啊 來 滾頭準備好 就把它針下去 砰一下 但是 還沒打進井 英國人就把它針下去 那個就砰一下 喔 痛到要死 英國人就說 你知道了嗎 你知道了嗎 你懂了沒有 就說 知道了 回去回去 回去做工作 那他就回家裡面 對吧 那村的朋友就跟他問說 欸 剛才他是怎麼跟你說的 他說 他又沒說什麼 就叫我 找不到拼 你知道嗎 找不到牆壁 手不然會放就放在那邊 聽不到人完蛋了啦 發理怎麼聽得懂 你知道意思嗎 手就怎麼放了 你聽不懂嗎 你怎麼會笑 那就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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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統治者永遠就像這樣 不怪你五塊嘛 我還欠你笑 欠你坐 對不對 人家在玩遊戲規則 他耍你你不知道啊 大家人家辛苦一天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不知道 水把你撞掉就不掉了 你辛苦的工作最後就繳回去 他怎麼把你撞 怎麼把你亂用 你都不知道嘛 你只有被玩的份 你不是玩人家的人 藝術也是一個 你們過去哪有誰學過藝術 誰好好學過藝術課 美術課都拿去做什麼 他們要上數學 要做計算 對不對 因為有人沒有上過我的 台灣史解碼 所以我補充一下 你們上過的就再看一次 這補充一下 這是高跟的話 我知道 我就不再問你們是誰的話 因為你們當中應該沒有人知道是什麼話 除了上次有一個醫生例外以外 真的把名字說出來 台灣人多少都還有一兩個是這種人 高跟的話他畫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那是什麼 從哪裡來 現在在做什麼 要往哪裡去 台灣人過期到一陣子都沒那麼問的問題 都不會去問這個問題 你就像動物一樣 每天就吃飯睡覺唱歌跳完而已 過一季 你從來不去問自己在這邊做什麼 你活著幹什麼 這叫資源回收人 這個名詞是我三年前我訂出來的 之前沒人這樣說 recycle man 為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你們知道人不用講 不知道我講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我現在還有人進來 來 儘快就坐 遲到很久了 七分鐘了 那個 等一下 你開的是哪個檔案 我是那個閉幕式的那裡面的最 不是今天改的 就是它的上面那個 它有兩個上下上面那個 不是 它有一個比較 不是 它的時間 它有上下兩個 你是開上面那個還是下面那個 上面的 等一下 我是不是錯過了一些圖片 對啊 有幾個那個 部落戰爭的那個照片有沒有 我看看有沒有 部落照 開兩個檔案好了 我待會再來試試看 部落戰爭的照片 有部落戰爭的那個照片嗎 好啦 那我不管 那 阿K 如果沒有的話就算了 我直接就這樣講 有嗎 對 就這個 這個你看過 上個就不管了 過去台灣人都是這種形式 都是部落 不要講台灣人 全世界人都在部落的狀態底下 部落燒到會怎樣 欸 燒台 不一定燒台有 不然就鴿祖會變得比較大的 如果處不好就燒台 燒台一定會對方帶到四 對不對 沙光光嘛 為什麼要沙光光 怕你報仇嘛 怕你有一天會回來算帳 優勢戰爭 整個現在把你帶到整個就好了 但是太久起來 發生什麼事情 土地變多 土地變大了 資源變多了 但是人質有那麼多 所以就要做什麼事情 把對方 比較厚 比較聰明 比較用的都是台式 創什麼 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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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來做什麼 吃飯 睡覺 倉客 跳舞 買東東 時間到做事情 把水還抽回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種人 這種人 我過去說他是沒頭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以前也有效忠的對象 因為你們要回去補台灣使節 我這只是大概帶過 沒頭的人就是沒有效忠的對象 沒有效忠對象的話 你只能當奴隸 就製造生產都好 時間到水給你抽回來 就叫做資源回收人 我們給別的資源回收成 叫做香港 對不對 過去被英國統治 對不對 因為戰爭 中國跟英國打敗 輸了就拖腿給他 英國人就弄了一個制度在裡面 叫香港人努力的工作 時間到總督給水抽回來 交給英國女王 對不對 香港人很享受這種 當奴隸的日子 因為他不用擔心什麼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九七收回來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以前九七之後 回到中國 回到中國很多 香港人就怕走 西國走 移民 澳洲 英國 都要走 還沒代表就留在那裡 留在那裡 中國通敵之後就說 唱中華人民救援軍的歌 不行 講中文 不行 就上街去抗議 有沒有 戰衆行動對不對 戰衆行動 你為什麼要抗議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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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這樣意思 因為香港特首要效忠 中國 北京 你們這些人沒有 過去都沒有效忠對象 現在叫你效忠撞不住了 就說他有頭 他沒有頭 但是沒頭的人抗議 就是無核之重 無頭無腦的人 跟無頭抗議的偶白卵輸腫 你真的問他你到底要什麼 他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因為他不曉得要訴求什麼 因為他沒有頭 他不知道要效忠什麼 什麼事情來決定什麼是對錯 他沒有辦法 那種沒有頭的人 一堆沒有頭的人做不到事情 所以我們沒給他緩樂 所以結果 我很早的時候上課就預測 一定不了了之 果然沒有錯 這個人會這樣做什麼 跟我們那頂扶貌的 那頂學生趕快 他會抗議 抗議結果是什麼 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因為他不曉得在幹嘛 這個就是無頭人 沒有效忠對象 但是以後你們來 你們是有頭的 來民進府你有效忠對象 上過初級班你就知道你效忠誰 現在先不用講 既然來上高級班 你要給人分類 因為高級班下去 你就去那邊上 在另一部的課 我們給人分類 人分為有頭沒有頭 跟動物一樣 你起碼 你可以把我講的原則 套在你四周的人身上 都是一樣的 都fit right in 什麼像動物一樣 我跟你講 這就是他的指導原則 既然做事 他的根據的原則是什麼 的principal是什麼 那月下面就根據他的本能 生存保足感官 就是做事的人 本能是什麼 動物 動物本人 你如果腰就很壞 你把它吃到壞就乖乖乖 對不對 就是動物 他只管吃 所以過期台灣人 真的要說一句話 偷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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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什麼 不然就做飯吃對不對 那種跟動物一樣 再說一句話 因為他評估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不是動物是什麼 他看不出來東西的價值 只能用吃這些 有辦法跟他吃嗎 來決定他的價值 所以把好東西丟給豬 豬可以回過來咬你 對不對 因為比如說你把珍珠丟給豬 豬想說你拿銷刀給牽 後來翻頭給你咬 你不知道珍珠一顆幾個百萬 你換錢還要多重來怎麼吃 對不對 有的人是比較傾向於本性的衝動 說年輕人去把人物質都給人物質 警察抓著說你為什麼這樣做 不知道 送 這件事就是他殘暴的本能造出來一陣 掠食的本能造出來一陣 就去做這件事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聽到自己身體的聲音 所以這件人訴求都是身體的本能 對吧 我那時候說過 有的人 這件人不一定散 這件人可能很好走 我說過 開Lamborghini Bucati跑車 住地保 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吃 不是嗎 他就是跟動物一樣 對啊 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如果動物不敢去找其他 不會 動物又分幾集 因為下面的 比如說狼跟狗混 剛混出來的那種動物 野性還很強 所以如果用這個家狗來騎 你餵吃東西的時候 你手靠近它可以咬 不管你是不是主人 所以它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比較低還是比較高 比較高 比較高的話你就叫它 左手起來 右手起來 搖搖尾巴坐下 它會聽 這種我現在在說人 人像動物一樣 但是社會中很多是這種人 他是不管結果 他只管他要什麼 他就什麼就去做 無關別人的死亡 就是這種人 社會中很多這種人 那種看得到 女生就像瘋狗的 衝動就來了 他就軟梳走 他不想負責 純肉體的 屬肉體的 所有的媒體的廣告 都會訴求你的肉體 所有的廣告 所有的廣告 公告 演出來都叫你 Just do it 有沒有 Nike是不是Just do it 就是做了來說 不要去問結果 就做了來說 Do it 因為你買東西 如果叫你十塊之後 你就不會買了 對不對 這個有需要嗎 對不對 所以它已經訴求你的本性 Appear to你的眼睛看的 鼻子聞的 對不對 可以摸摸到 這個才訴求這個 所以我們廣告到 就是短時間 所有的電視媒體 都在短時間 叫你去買什麼東西 或吃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訴求 歌曲也是 我那時候給你們看 《棋人唱》 《Maroon 5》 《魔力紅的歌》 就是這樣子 Animals 你去看MV 血淋淋的 年輕人很矮 表示他是在追求這種本性 比較高級一點 有頭的 有頭的 然後 越下面的 越physical 然後開始你有subjective 就是開始有自我意識 我剛才講動物越高級 是不是開始有自有意識 你們家寵物比較聰明 就開始覺得 他自己有關係 對不對 會互動 他知道他自己有自尊心 你跟媽頭的 蠻蠻蠻蠻 對不對 這個是這樣子 路來越objective 越客觀 我這種分類就是 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來跟執行效率來劃分 他可能是諾貝爾講得主 你不要小看 這個人可能很聰明 可是他是沒有頭的人 我舉個例子 比較像是在國外 我在美國住的時候 我住過黑人區 也住過高級住宅區 紐約的高級住宅區 他要求很嚴格 你進來他就省合 你什麼學校畢業 你把北部去沖下來 你現在工作年收入多少 你的祖宗霸佔論 給他去調查 你平常有沒有記錄 連那個traffic ticket 連那個違規駕駛記錄 都要給他 你如果不合格 你不會進來的 你進來之後 沒有按照大廈管理規定 再過日子的話 持交個房租你就out 管委會有這麼嚴格的標準 你前面院子 如果沒有把花弄漂亮 還是你家裝潢不夠美 不符合大樓的風格 你就out 那叫做高級住宅區 這是台灣人又不知道 想說自己要幹什麼 比他第一集就在黑人區 那個人家照自己的意思 在做事情 對不對 我們這裡音響大聲 冰冰冰冰冰冰 沒在那裡出價錢 對不對 這種人還是會遵守規則 只是他程度上 比較中展階級就是住在中間 一樣有規範 稍微嚴格一點 明月沒有規範 但是還不至於像動物一樣 因為你跟他講規矩 他願意遵守 這種人是沒有標準的 他對事情的對錯 是沒有判斷力 他就是說 所有事情的對錯 是按照當時的情況來做決定 他對事情的對錯 他對事情的對錯 沒有絕對的標準 不是相對性的 因為他沒辦法建構 所有的絕對標準 上面是有投的人 有的人就是有絕對標準 他有的真理 善 美 這個absolute 他的價值觀是絕對性的 你們來這邊學法理 就是在做絕對性的價值 所以我們觀念裡面有所謂對錯 你國民黨來投這是錯 美國你們要按照法理來做這件 就是錯 錯就是要改 沒有什麼depends 沒有按照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你可以違反國際法 錯就錯 沒關係你們自己來 錯就是錯 來這邊就是有投的人 我們對錯是非很清楚的人 沒有什麼無虛無虛 隨便在那邊 台灣人如果沒有絕對標準的話 就說 誰通敵我都好 只要有飯給他吃就好 對不對 遊戲規則好 但我們現在可以做生意 有自己的房子 我管他誰來管我 當奴才也好 是一個老大 可能是一人 上面可能很窮 可是有絕對標準 比如說那個 Mission aí 傳教士到台灣來 到樂森搖崗業 每天給人家擦藥 沒有什麼收入 他生活很基本 他把孩子也帶來 他也帶來 太太也帶來 不是人 生活調整在美國人很好 早朝來台灣再做一些事情 整四人做這樣 為什麼 他有效忠對象 他已經取悅他效忠對象 為他人生的目標 我活的就是要為了這個 這樣如果叫他在老的美國 他過不下去 對不對 因為他的上帝叫他來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能來 不是只是自己的愛心 比較人從事愛心是 所以那時候有人去訪問德里莎修女 他說這不是慈善事業 你搞錯了 這是宗教事業 大部分人都以為這好心的做過 所以三兄弟就說你錯了 你以為我在做善事 沒有 這是宗教事情 是但是一般人不懂他在想什麼 就好像你現在不懂IS在做什麼一樣 回教組織招在幹嘛 為什麼會被審命 拚命 拚命 你們搞不清楚 他按照就業裡面的刑罰把人燒死 按照就業的刑罰把頭砍 是按照他們的刑罰 以前還是部落的刑事 我們過去比武衛的時候也是在頭 所以你如果沒有進入文化去思考 很多事情就是跨文化思考 我今天不講這麼多 這Murified 人類歷史在經歷數不清的部落戰爭之後 這樣都是沒頭的人 大部分都是 你們認為我今天來這邊上課是要改變你們嗎 不是耶 教育不會改變人 不會的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只是過去在不好的教育裡面 你不好都有成長 這邊講到對了 法理出來 你就自然就發芽長大了 你知道嗎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人如果可以改的話 你改改看看你的老公 或者改改你的太太看看可不可以改 結婚多少年每次都想改改不了 對不對 你的配偶都不可能改 你怎麼可能有一個改學生 我再偶爾跟你們講幾堂課 你說我會改你 不可能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只是法理這個環境像一個原地 有法理有真理的事情出來 你就沒有出來 對不對 因為你天生本性就希望知道對錯是非 因為這個環境讓你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某種程度上是教育 但是目的是讓你的本性跑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上課是篩選人 聽不懂就走 再見 不懂得去鼓掌 對不對 試這塊的人就會一直上來 然後我們就會越講越深 因為你以後要當的是統治者 統治者不能沒有投 統治者的思考 所以你換位子一定要做什麼 換腦袋 你不要再像以前是被統治者這樣子 每天要看媒體 媒體是你的組織這樣子的做事情方法 媒體是叫你去買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自入性行銷 叫你不斷消費 操弄你 你要當頭的人就不是這樣 你的思考 你的範圍也不一樣 所有人都要教你藝術 藝術就是 《公告派電話》就是 帝王之學 帝王之學 藝術 一般人哪懂藝術 你就是把它當作一種技藝來學 就學水彩 別讓你學 你根本不懂什麼叫藝術 你根本不懂什麼叫藝術 那些都畫匠 它是一個工作 藝術不是一般人在學的 但是你要到統治者的時候 就一定要學什麼叫藝術 每天都說 你們一旦被叫出來 有頭的人你要知道自己是誰 這個 大家都看過 第一次沒有聽過的 簡單的講 這是M174 我們台灣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我們來到這個土地已經四萬年 四萬年前我們就住在這個土地上 在這邊生一堂 直到十五世紀再逐漸有西方的國家來 因為那時候人開始有船 航行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接住外界人 可是因為我們還是部落形式比較落後 變成被人家統治 人家統治者就用語言 宗教 信誓給你一次 你就看這個路線 我們是支那人的祖先 他們的人對我們這裡去 他就要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我們的生 包括你講的所有的台語 都是外來語 你真正的語言在這土地上四萬年 沒跟外界接觸 台灣這個土地沒有名字 第一次聽不懂 慢慢聽我講 我今天不打算講那麼多 這時間點 你如果拜中國人是你的祖先 這裡有拜祖 拜祢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來 這個是什麼 你看 你看 我就知道台灣人的思考 這是鳳梨嗎 這裡面積最大是什麼 有海嗎 有天空嗎 有這個 你跟我說鳳梨嗎 對啊 這就是我們 叫做Preset Mind Mindset 我們的思考方式已經被設定了 所以你只看鳳梨 鳳梨以外你看不到 沒有錯 我今天就叫你看鳳梨 我有一個作業 我是畫家 我教小孩子思考 有一個作業叫跳躍心思考 就是我給你一個object 物件 按照這個你會畫成下一個 然後第三個根據第二個 第四個根據第三個 這樣一直畫下去 這是一個學齡前的小朋友畫的 學齡前 差不多中班 大班 他畫剛才那個鳳梨 請問這裡面有幾個 從這邊發展出去的鳳梨 有幾個 一分鐘 你們都大人 很遠看的 裡面有幾顆鳳梨 從那個演變出去的有幾個 開始問 認為只有一個請舉手 好請放下 認為有兩個舉手 任務有三個從那裡照出來請舉手 好請放下四個 有沒有五個以上的 有啊 有意思 來 大家同意一件事情 最像鳳梨是這個對不對 沒有其他意見吧 沒有 好 那他的下一個是什麼 時鐘 沒那麼快 中間還跳一個 太陽 太陽 OK 鳳梨是怎麼變太陽 是怎麼看 不切 從頭到尾一顆鳳梨好色好色 怎麼看 很好 從上往下 可是你錯了 從下而而上 為什麼 你從上而下的話 你這中早就有了 所以他是從下而往上看 對不對 因為抓到嘛 遮住了嘛 再跑出去 所以太陽是從下而往上 對不對 下一個就是這一個嘛 對不對 這就從上而往下 就看到再一支一支照片 對吧 誰知道這幾個數字 數字 數字 數字下想 一一寫到多少 二十七嘛 對不對 二十七嘛 一天二十七小時 不要懷疑 誰說一定要二十十小時 為什麼一天不是三十小時 一天為什麼不是十小時 你有沒有想過 那每一小時為什麼六十分鐘 為什麼不是一百分鐘 比較好想 一分鐘為什麼不是一百秒 是六十秒 不是人定的 那有道理 人定或定一百不是更容易嗎 而且更有趣的是 全世界都同意一件事 那才奇怪 那才奇怪 我跟你講跟黃道面也關 那你寫天文物理的話 那跟天文物理有關 當然 這你就要去問一下 你要挑戰 為什麼 你要問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一百秒 時間為什麼只能往前走 不能倒過來走 時間為什麼一定按照一個節奏在走 不會跳一下快一下慢 有沒有想過 就是大在問 連物理學家都要問 時間是什麼 你在物理學家 你有沒有學過高等物理 時間是最重要的假設 時間都是一個假設 你沒辦法探討時間 人在時間底下 沒辦法探討時間 時間是一個mystery OK 我這邊有很多博士後研究的人 我告訴你 這幅畫的小孩子 他是天才 我教他天才 我待會兒慢慢跟你講 好啦 這時鐘一到二十七 用來一支一支 那時鐘有幾支針 那他會畫這麼多怎麼辦 我跟你講他有聲有眼 就表示時鐘正在進行中 有意思 有聰明嗎 這點有聰明嗎 好啦 這個時鐘畫完以後 下一個是什麼 到那邊去 沒那麼快 我告訴你 這天才就是天才 沒有 這是叉子 這小孩子用一個叉子 就把它變成pizza了 厲害吧 就像pizza 像不像pizza 像啊 他只會用一個籤子 一支籤子 就變成pizza 他不去改這個圖 他只是重新定義它的意義 從旁邊 這不是天才是什麼 想像你很豐富 不光是這個 我跟你講 更爛的一般人都沒有的東西 我再講下一個 他的下一個是什麼 他跑到這邊去 要怎麼看 我跟你講 你這個用來 這樣咬咬咬咬 回來了 你如果這是輪胎的話 這樣走的話 就翻一條出來 對不對 一倒出來 對不對 因為樹枝在上面 一片一片的葉子在上面 對不對 我那時候看得很驚訝 二十分鐘完成的話 我說這是天才 其他老師說 徐老師你想太多了 你不要把大人的思想 套在小孩子身上 我說沒有 我沒有 他怎麼解釋 你看上面畫的什麼 最上面畫的 一台車對不對 車子下面是什麼 輪胎 輪胎跟汽車是在一起的 有一個叫做track 就是車子走過 有一個軌跡 對不對 就那個意思 如果這個是輪胎的話 所以他畫那個 他是一個暗示 你怎麼去解讀這個東西 小孩子不會莫名其妙 畫翁來 畫到一台車子 你懂嗎 他不光是畫這個台 還要畫tape 那時候畫 我問他那是什麼 他說tape rotating tape在轉的時候 那是不是一條線就出來了 天才 真的天才 後來沒有錯 他考上十大數學系 後來現在博士後研究 在美國 在一流的大學裡面 做博士研究 他的空間 我跟你講 從三度加時間 四度再拉回一度 在不同的dimension裡面 悠游自在換來換去 小時候就知道了 聴著什麼就自然知道了 不過你一件事情 這塊堂上那個小學 結果是什麼 美術課 老師叫你學的王來 你學這個 不及格發脾 你再跟老師開玩笑 我叫你畫鳳凌 你還畫這個有的 沒有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一陣子跟他 他們背部說 趕快出去 趕快送出去 不要讓他在台灣念 愛不不相信 真的讓他台灣念 進了小學以後 沒多久回來 我畫是在畫鳳凌 就畫得很像鳳凌就鳳凌 已經沒有想像力了 死去 這樣畫被 對不對 我剛才講嘛 那種就是 就是 什麼小孩子 你給我罰站 被懲罰 他想像力 所以 你的小孩子如果天才 放到老師 我們的小學系統 給這些老師交流 變蠢材 被人來搞亂的 對不對 他只要一種特定的小孩子 你不符合他標準 你都是蠢蛋 我們過去都這樣大 那不是 只有數理化 幾個而已 要把那些人 罐頭套上去 所以我們過去都欠材貝 因為美術科拿去做什麼 就這樣數理化 這種想像空間就沒有了 直到最近幾年開始要有創意人才 那些人還要去找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這位老師 來教這位學生 過期那些人都放牛班 棒球吃草 不然科技 就自己去做 去找一個工作做 過一支 過到今天 不尊重人到這種地步 因為你是奴隸 我給你選擇 為什麼要在那些財 對不對 那些就是天才 我給你選擇 天才 我還不講那麼多 來 這是什麼 要說 老師四個問題 老師四個問題 所以我要現在講另外一個事情 這是我在以前在美國東岸 一直說 長春德仁大學念書 就是我們 我們藝術系到最後 會把作品拿出來 然後我們有Final Critics 然後你把作品拿出來的時候 你要Defense your work 什麼叫Defense 就是辯護你的作品 然後他們會問問題 他從世界各地找來 一流的人坐在下面 那個待會兒 你可能要帶小朋友到後面 不會影響旁邊的學生 你到後面去做沒有關係 因為小孩子真的 本來就不適合坐在這裡 對他來講有點 時間超過了 他耐心會很有限 你可以坐在後面 這是奕平家 我一次把作品拿出來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日本人教授 站起來 他講什麼話 他說你不要去過澳洲 我說這不是最後的評論嗎 這跟我們去歐洲什麼事 我那時候就有點shock 他為什麼光看我的話就知道 你不要去過澳洲 我是真的沒有去過澳洲 那他為什麼光看我的話就知道 那時候很尷尬 為什麼 因為那邊長春人的學校 大家都去過澳洲 只有我沒有去過 我台灣來真的沒有去過 所以我下午後 下午後下下午跟我媽媽講說 媽 今天又快要漏了 有一個日本教授說 我不要去到澳洲 媽媽就說 這暑假你幫我等 我送你去澳洲 所以那個暑假 我就你知道 就跟團一次去 也沒有去過 就是跟那個團 可是台灣那個時候 經濟還不錯 大家有很多歐洲團 有時候我們把他參加那個 叫做採購團 採購團都給你帶去買東西 不會真的去看東西 那我想說 我們來搶看看 果然搶到一堆 是國小退休老師 台南那邊有一個國小退休老師 我說這個不錯 你知道國小老師至少有師專 要不然就師範畢業 跟整個人 現在退休應該很經驗豐富 懂很多事 跟這種團去看歐洲之旅 應該蠻有深度的 我就參加那個 結果呢 第一站就帶來這個地方 這個是哪裡 大家有去過嗎 梵蒂岡裡面的什麼 有人去過 什麼教堂 不是 那是回教的 那是回教的 這不是天主教 你不能這個教跟那個教懶這位 這是天主教 沒關係 因為大家都缺 過去沒有這方面教育 我們對宗教完全不懂 這是天主教 十五十六世紀 蓋了一百二十年 蓋好 叫聖彼大教堂 聖彼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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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十五十六世紀 沒有什麼鋼骨結構 全部都九頭 貼起來 十塊一個一個這樣堆起來 不可思議 任何一個雕像 上面一個都三層樓高 蓋了一百二十年 只有手 靠這樣 力去 去抵的 你看 這更清楚 你看看 人都那麼高 這不是三層樓 十二個門徒都在上面 你看 進去裡面更嚇人 你看 到裡面 這是從上面往下看 也是很漂亮 我跟你講 那一次剛好 我在講課的時候 剛好有兩個 真的從一代一來的 那你童心的 來這邊上課 從一代一來的 所以我跟他double check 所以我現在給你們訊息 應該是正確的 這裡面內裝 這一樣一個strine 就是神龕 外道的景盡快就做 神龕 一個strine 一樣三層樓高 裡面地板 我跟他說那時候的地板 就鋪得平平平 完全水平 我們現在路平專案 到現在還在路平 你看 還平不了 人家古早時來就是這樣 來 後來來的是怎麼回事 這位先生 我在上課是怎麼回事 來請儘快就做 我們這是高級班 來 如果最多我初級班 高級班以後我們去那邊上課 沒有這樣上課的 來 往上看是什麼 是這個 天花板 好漂亮對不對 漂亮嗎 富麗堂環 我跟你講 進到那個教堂裡面 他就讓你有起敬畏之心 他目的就是這個 看到他偉大 你剛好就 好grain 好漂亮 很偉大感覺 你就開始敬拜神 對不對 這是他的目的 可是我在看 我在欣賞 我也嚇一跳 我第一次看 十五世紀 五八年已經能做這件事 這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會震撼 而且看到這麼美的東西 我也會震撼 但是後面出一個聲音 後面老師說話 這個沒聲音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我看的時候 我說死了 這人老師怎麼這樣說 接下去我的歐洲之行 可能就完蛋了 果然沒有錯 過幾天以後 我們到奧塞美術館 到法國的奧塞美術館 我們去看藝術品 一進去 我就 開始看賭 這人老師沒了 走到賭去 我不管他 我就看 兩個小時以後 我到禮品店附近 剛好有一個coffee shop 那人老師就坐在那裡 徐老師 我說什麼事情 你如果長這麼久 我說 我是來美術館 我帶人看畫 什麼叫做長這麼久 我閒時間不夠 他說 在這裡喝咖啡 槌喝酒不夠好 他說沒有 我說沒有 那躲呢 說 槌點不夠買 另外每一張照片 下面有說明解釋 你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嗎 他們已經被複製餅看到大了 看到真餅他不會看 你知道嗎 假的東西很大 現在看到真的東西 不知道要怎麼想 大概是躲在他的虛假世界 就好像網路宅男 對不對 每次都看那個美女都這樣拍 眼睛這樣塗得黑黑大大 對不對 都叫美女 對不對 可是那些宅男碰到 真實世界的男生 女生的時候 嚇得這樣 喔 3D的 還會流皮水 還會拍照 上廁所還會臭 對不對 還會變老 不化妝也不難看 對不對 而且 這種女生是從小到大會變老 這種美女看不到 真實世界的人是這樣子的 你知道被虛假直接養大 你看到真實的世界 不曉得怎麼去approach這個事情 這是我們台灣人最大的悲哀 我們也是台灣人 過期都會有嫁子 刺到大了 現在聽到法理 我們不曉得怎麼react 不曉得怎麼回應 法理說對很多台灣人說是勇氣 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想辦法用過去的經驗 要去套它 套不下去 這就是這群老師發生的事情 他不知道怎麼欣賞眼前的美景 他不知道怎麼欣賞眼前的美景 因為他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可以去欣賞 我就在想 這群老師如果教我們的小孩子怎麼辦 這也沒想到 對不對 我們小孩子就被他糟蹋 就剛剛我講的鳳梨小孩子一樣 對不對 他是高諮商的小孩子 可是在我們教育系統裡面 不容許這種小孩子出來 他就變聰明了 對不對 他們家比較好怕 所以他就出國 如果沒辦法 就去做鐵工廟講題 整個朋友就召開了 搞不定 真的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的小孩子 我後來還在追蹤他 這個就是我們的系統 系統是有原因的 我在想很多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剛才那個老師用了畫 講這個不適合 跟台灣圍寶一樣 比較大的 他做了一個動作 這英文字叫trivalize trivialize這個字的意思就是 make something seems less 比較不重要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 is 比它真實的還更不為不足道 bespice 有點把它放低 它為什麼要把東西放低 什麼叫糟蹋 就是它本來是高位置的東西 它把它放到很低的情況 鮮花插在牛糞上 女生最知道 嫁錯老公就是這樣 把你放在很低的層次來處理 有幾個概念我要講 第一個它沒有這個capacity 我告訴你民進會的課 越來越多 我會幾乎都不用中文 因為以後我們的就是英文跟日語 所以我們的官方語 你們盡快要學習怎麼學英文這件事情 sign or later 遲早的事情 你只要還在中文的世界思考 你的思想就受限於中文世界的東西 因為所有的information給你是 中文寫的都經過調整 被設計過 隨便講 你到Google打一個日文 打一個日本兩個字 你看到新聞什麼 是負面的 對不對 你打一個安倍看看 都是負面的 你只能打英文或日文 你只要看到一個比較持平的報導 因為中文媒體 我說媒體是擋的喉舌 你知道嗎 所以你只要看中文媒體就是這樣 我現在的國不中文就跟你講 用中文講 但是我希望你們跳脫這個系統 就好像當初它用中文來限制你一樣 甚至我們的北部 我們北部 日本時代去日本留學 回到台灣走一下 不准你用日文 不准你用英文 只能講中文 你怎麼樣 從頭學 他說台灣人講話得很難 怎麼會 那是用中文 北京議員在那邊辯論 你如果用台語來講看 或是用日語來講看 所以他首先先幫你腳械 手腳把你抖回來 你在他的舞台上打架 當然打輸人家 那不是 我說語言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現在先不講 拉回一個 什麼叫capacity 人耐 人耐英文 capacity也有 在電學裡面叫電容 可以儲存電的能量有多少 capacity用比較簡單的方法講 就是滿桌的好菜 在那裡放在那裡給你吃 但是你沒有材料吃 為什麼 你位置有這麼大 怎麼讓你全部吃下去 增加 increase your capacity 增加你的能耐 那怎麼增加你的能耐 怎麼增加 就叫語言 language 比如說我等一下一季 我會日語 英文 法語 台語 北京的季 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 世界大 對不對 沒錯 沒有人不同意 沒有人不同意 因為我從這個語言 我瞭解的世界 完全跟你不一樣 我從英文的世界認識 我現在說得簡單 讓你們聽 台語跟英文 沒辦法好翻譯 我現在說 黑白白 成的孫孫孫孫孫孫孫 你怎麼翻譯 紅孫孫孫 你來翻譯看看 你可不可以翻得出那個意思 到不了那個味道 你就要在台語的系統裡面去享受 去appreciate 去欣賞這種文字的美 對吧 但是你英文 同樣我英文講的 比如說 peculiar peculiar 那這個字在中文怎麼翻譯 詭異嗎 不對啊 你就翻不出那個恰到好處的字 意思出來 因為那些語言系統裡面沒有這一塊 所以我如果兩個系統都有的人 我就大過於你只有一個系統 沒有錯吧 日文也是另外一個系統 我先講這是語言 語言不是只限於講的語言 也包括什麼 視覺語言 聽覺語言 視覺語言 有很多啦 包括顏色 線條 質感 質感 都是不同的語言 音樂你會聽 不用說 吃的語言你有沒有 台灣人說很會吃 那時候我問台灣人說 三千塊的熟成牛肉 你會不會吃 我說不算 拿去拿去吃了 我說你糟蹋了三千塊的牛肉 熟成牛肉 一顆要三千塊 你會不會吃 你不會吃 你只會吃下去 你不知道 可以感受這個 在什麼樣的環境去吃 你會不會吃法國菜 說不吃 法國菜你就是不會吃 你不曉得環境氣氛 你不曉得前面 餐前酒怎麼喝 中間的酒怎麼喝 搭配不同的食物怎麼喝酒 餐後酒甜酒要怎麼喝 你把甜酒放到前面來喝 就亂七八糟了 所以不同的時候 喝的酒 都有酒丹的 你那個也不會點 湯要怎麼點 要怎麼配主餐 這就知道會吃不會吃 台灣人餐廳 都嘻嘻哈哈 吵吵鬧鬧的 那怎麼去享受一個食物 人家外國已經發展到 整個氣氛 包括氛圍你穿著的 適不適合那個餐廳 不會帶小孩子來餐廳裡面鬧 五星級的餐廳就是五星級的餐廳 這叫做欣賞 你會不會喝 一瓶一萬塊錢的紅酒 耍邊要喝一瓶一萬塊錢的紅酒 你浪費了一萬塊錢的紅酒 因為你不曉得它的價值所在 就這樣 這就是你沒有這個能耐 去欣賞這個東西 台灣人沒有這個能耐 沒有這個capacity 你要增加你的語彙 所以那一天 其實那一團裡面 裡面也不是所有的老師都不好 有一個女老師蠻厲害的 剛到法國的時候 她乾脆發覺她 台灣雜的衣服都不對 馬上跑到店裡面 把整套都換完了 她再走出來 她說這樣學得比較舒服 因為她感受到外面的顏色 跟她身上格格不入 所以她想融入這個社會 所以她去換衣服 包括妝都換了 這就很敏感 表示她有視覺的語彙 回到台北的時候 一下飛機 又不對了 法國帶來都不能穿 因為顏色機場 那個背景太亂了 你穿法國的衣服 這是糟糕 你必須要很漂亮的環境 我跟你講 如果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 每個人都變漂亮了 為什麼你會搭配 就像你去日本看就好 你叫歐斯卡 甚至於不用到東京 那個路上的人走過來 你都覺得每個都很會穿衣服 都會打扮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那麼奇怪 是因為它的都市那麼漂亮 你人自然就漂亮了 你都市如果是大雜燴 你也是大雜燴 過來 還有一個問題 Decoder 就是解碼 今天我會給你們不同的解碼器 我說藝術解碼是其中一個 我會給你們不同的解碼器 解碼器的意思 比如你從日本回來 帶來一些DVD 回來一放 不能看亂碼 對不對 那你就要請人家解碼 料在看得清晰 你沒有正確解碼器 所以這群老師看到那些 Grain Scale 它沒有解碼器 它除了沒有能耐以外 它還沒有解碼器 所以它唯一的解碼器 是過去它所知道的 台灣的廟 要來套套看 它都不同的宗教不能套 它所訴求的對象 所敬拜的對象都不一樣 怎麼去套 套不下去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Decoder 不同的解碼器 現在先不講 因為時間有關係 但是你也不能說 台灣人沒有能耐 台灣人有什麼能耐 有吃本所能耐 我跟你說 它不是沒有能耐 很有能耐 你看那個電視一打開 你看自助餐 你吃個飯 電視24小時的新聞 一直跟你來來去去對不對 看到那個 誰殺了誰 哪裡又虐待什麼 被人抓起來對不對 什麼虐因案 什麼 大家都很興奮 你一直在看 奇怪 可是一講到法理 來上課 它就討論了 對不對 講到好的 善的 美的 就沒有能耐去了解了 這個標示什麼 你過去的能耐是Towall 傾向於壞的 傾向於垃圾 因為你被那個養大 所以你看到那個 你就Tune in 就是頻道是轉上那個東西 現在來這邊給你法理 讓你頻道轉過來 是正的 對的 好的 是對的事 吃壞的事 都要知道 過去有這種 假的謊言其端 就像那個宅男一樣 以前在網路的美女看多了 看到真實世界的美女看不見了 也看不到 也不懂得怎麼欣賞 對不對 這個capacity 我們現在在不同的系統裡面轉換 這個 因為你們沒有上過台灣史節 有上過我再review一次 本來早期我們是 佛摩沙部落形 之後來大都王國 15世紀的時候 西班荷蘭大清帝國變成殖民地 他們殖民地 他們就是掠奪者 掠奪者 掠奪者對你來講 是不要負責任的對不對 就是男生對女孩子 有性需求 但不要跟你結婚 就是這個態度 予取予求 消耗你的資源 就是為了他自己 那日本來 他後來打敗了大清 取得這徒弟 他的做法不一樣 他怎麼樣 他50年好好建設台灣 有上過台灣史 都看到那些建設 這就好像什麼 我把女孩子 把他打扮得漂漂亮 送給他好的禮物 送給他花 最後取來當作自己的老婆 所以1945年4月1號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怎麼樣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天皇會照顧你 換取你對他的效忠 這個關係產生 他會 loyalty to你 台灣人性質 永遠的性質改變了 過去他用原宗教信誓 是暫時性 他幫你當殖民地 他不是真的要照顧你 他取你的資源 這是統治一種手段 可是從此以後改變了 可是有的人說 現在是中國人給我灌 很簡單 因為以前20世代戰的時候 我們戰敗了 這個夭壽米國 過去招攤你的男生 又回來再招攤你一次 就這樣子 這是現在的台灣人 現在法例招攤要把他灌走 給他灌走 給他灌走 當然有一群人 給他灌走 就是餘虐 就是餘虐 因為過去在這些系統 得到好處的人 不願意放 我說過 貴子 貴子政府要灌走 給他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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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過去 鬼附身來賺錢 現在國民黨 劉翁政府 這幾政院要灌走 貴子政府要灌走 從中國國民黨裡面 本土派 民進黨 秦民黨 裡面都是台灣人 為什麼這樣 就過去這樣 認同錯了 我們是在這個土地 四萬年的 他就要把我們灌 不是我們把他灌 對不對 先講清楚了 來 好啦 你們都不用花十幾萬的團費 跑到歐洲 直接 我是導遊 把你們帶到這個作品前面 你們會不會看 米開朗基羅的雕塑 可以看嗎 把你們帶到前面 欣賞 會欣賞的舉手 會欣賞的 上次真的有人舉手 我說好啊 我第一次這麼 這麼有自信的人 我想問一下 要怎麼看 告訴我 告訴我怎麼看 要不然你就是花了十幾萬去歐洲 就算導遊跟你講 你也看不懂 我跟你講 可是我要幫助我們的同心看得懂 對不對 既然是藝術解碼 我要幫你們解碼 好啦 台灣人過去是什麼 製造業起家 對不對 我常常跟你說太高聲 你們聽不懂 我從最簡單的講起 你們製造業 我都用製造業的語彙跟你講 好不好 我跟你講 這整粒是一個大理石刻出來的 厲不厲害 厲害在哪裡 我跟你講 以前 雕工 還不用講那邊 你光是不小心把手巾頭 刀的時候弄斷了 你就不能再黏回去 不能黏到回去 過去沒有這種黏膠 斷了就斷你重刻 黏不回去 這是大理石 你要另外再找 一塊大理石再重頭來 這有厲害嗎 一顆石頭 從頭刻到尾 這是製造業 第二個 你這個同一蓋石頭 裡面要刻出不同質感 要有男生 要有女生 要有死的人 要活的人 要有布料的感覺 要有頭髮的感覺 還有 這厲害嗎 同樣一個材料 一顆焦頭做這種不同材質 給你看 這不簡單 光是製造業 我能耳工就不得了 一顆焦頭做什麼事 這是製造業與惠 好了 慢慢的台灣進入服務業 對不對 我就用服務業的語惠跟你講 你們要欣賞東西 要一層幾圓幾圓 Multi Dimensional 來跟你們介紹這個東西 服務業做什麼東西 隨便講裡面的一個電影產業 電影產業就算是服務業一種 對不對 就是Content Provider 要講電影要好看要怎麼樣 不過你半折直樹好看 他這個人帥嗎 他不帥對不對 人家覺得好看 原因是什麼 表情表 先不講這個 我講 你電影在Promote的時候 他要做一件事情 要劇照給你看 對不對 劇照在廣告裡面跑過去 你幹嘛 這張照片好特別 想去看這部電影 如果這劇照選不好的話 人家不想看 就賣不好 對不對 所以選對照片很重要 這是第一個 這選照片 第二個 你裡面的演員表情要對 半折直樹好看 因為他表情對 不是因為他帥 他在適當的時候 給他誇張的表情 你不夠的話 人家覺得很遜 表情過頭散板 對不對 所以表情要表對要怎麼辦 你劇情要很清楚 對不對 你劇情要很清楚 你才知道他表對情還表錯情 你劇情不知道這在幹嘛 所以你們要欣賞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請問你 你不知道他的故事 你怎麼欣賞他的作品 對不對 你要首先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我問你這在幹嘛 這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主題主角是誰 有人知道嗎 瑪利亞 阿神 耶穌 耶穌怎麼躺在那邊 為什麼死掉 第十字架 那在十字架上 怎麼會在他腳上 取下來了 你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怎麼都知道 我就不用再解釋了 好啦 這是一個故事對不對 好啦 那我看輕一點好不好 近看更厲害對不對 那我問你他表情對不對 怎麼對 我問你們這是什麼表情 你們覺得對 請問你 這是什麼表情 用形容詞沒關係 平靜 聯繫 還有呢 不捨 不錯 這至少比前幾屆講的形容詞 多很多 都不一樣 不錯 還有沒有 我跟你說 你們形容 都是你們從你們那個角度去看 你要知道他故事在演什麼 對不對 他在想什麼 你才知道他表情對不對 沒錯吧 但是你 我跟你講 這裡面有很多 知道基督教的請舉手 好請 不知道請舉手 不知道基督教是誰的 不知道 很好 我跟你講 我去念在西方學藝術 念他們藝術史 我才知道 你如果不曉得 基督教是什麼 90%的藝術史 大概不用念 因為都跟他有關 所以你一定要首先 把什麼叫做 基督教先搞清楚 你才能進入他們的 從以前到今天的藝術領域 因為他跟宗教有關 這樣好不好 我七分鐘 讓我把基督教講完 下面就是基督教說 許老師你好臭屁喔 基督教這麼偉大 讓你七分鐘講完 我試圖好不好 我嘗試的短時間把他講完 因為為了要解碼 這個藝術作品 我一定要講到基督教 基督教信仰在講什麼 你才懂得怎麼去欣賞這個作品 對不對 你如果完全不知道基督教什麼 你就看也是不知道在看什麼 好不好 七分鐘 七分鐘要講基督教 我就要特別的方法點題對不對 我說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兩人有意見 宗教人都勸人行善 你講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我就講偏偏不是 這裡面基督教有沒有意見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絕對不是勸人行善 反而你想行善進不了天國 同不同意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我講的 是聖經上講的 對 要進天國不是透過行善 不是 你先聽我講完 第一個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基督教也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有人說徐老師 你不要開玩笑了 你先聽我講完 待會再問 我不是看基督教不是受洗 我說錯了 聖意上有一個地方講 不是奉他的名說 醫病趕鬼都可以進天國 沒有 耶穌講的不是我講的 對啊 就是這樣子 他每次受洗也加入教會 不一定進天國 所以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他也不是精神寄託 基督教也不是精神寄託 徐老師你越講越扯了 我知道反面點題對不對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不是勸人行善 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不是精神寄託 那是什麼 你會問嗎 簡單的說一句 基督教叫做救人不死 救人不會死 人會死他救你不死 就這樣子 基督教在講這個 就這麼簡單 那你要下一個問 徐老師你越扯越遠 我還參加過基督教的最次禮拜 他不是死掉了嗎 我還看過基督教的墳場 不是基督徒都死在那邊嗎 什麼救人不死你胡說 你要看我對死的定義是什麼 根據原文 基督教講的死的定義叫做 separation 分開 分開喔 人死掉靈魂跟身體分開對不對 是不是你懂 叫separation 原文定義就是把它切開分開對不對 另外一個 他基督教的死不光是講這個 他講上帝跟人分開喔 他要解決讓你不死 就是讓你不分開對不對 就是你靈魂回到身體 你跟上帝本來是分開 像合在一起 這就你不死的意思 可是問題是說 我身體火化燒掉怎麼辦 很簡單嘛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再造一個身體 又回來不就解決嗎 所以救人不死救 這個意思啊 基督教講的上帝 不是我們東方的宗教什麼 你做救後必聖人 聖人以後就變成神對不對 不是這個觀念耶 基督教的觀念是創造宇宙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神耶 他的定義是這樣的上帝耶 這個definition名字 比他更大耶 他不在時間底下耶 他創造的時間 我剛才說的時間 是上帝給人的 他自己不受時間限制嘛 所以他可以講未來的事情 意思由他決定 不是我們來決定上帝 可是我們的觀念不是這樣子 東方啦 但是我跟你講 基督教的觀念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觀念很特別 你還是要問一個問題 死是分開 那為什麼要分開 對不對 你要問喔 你上帝造人是讓人死的嘛 人家做出來是 本來就是沒有人死的 你要問上帝啊 那我跟你講 為了講死這個概念 為什麼會死 你還帶出三個概念 其中一個概念叫什麼 公義 這個神不光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他還是什麼 公義的神 justice 就是賞善罰惡嘛 他罰你的方法 就是讓你跟他分開嘛 那你下一個要問 那為什麼要分開 我做錯有什麼不對 對不對 那要牽扯到另外一個字叫罪 什麼叫罪 罪要按照定義來講 罪我們不知道 不是我們一般 嚇人怕嚇人 那不叫罪 那叫crime crime是人對人 這是人對上帝叫做sin sin這個字 那字的原文的意思叫什麼 嚇嚇無嚇到無在 射見沒有射中把心 所以按照這個定義 很可怕 基督教我們以前覺得犯罪是什麼意思 你不該做你去做對不對 基督教說不是 不光是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 你該做不是做也是罪 哇 那個兩邊都給我吃得死死的 你跑不掉了 你不該做你去做是罪 你該做不去做也是罪 這是其中一個定義 這還不是很嚴重 還有一個 你只要犯過一次就是犯過了 不能說這我生了以前做的 這不算 沒有 在神地裡面沒有時間 所以你只要犯過就是犯過了 就是有罪了 就這麼簡單 還有一個比賽更嚴重的 叫做唯心論 這不是我講的 耶穌講的 你們基督徒可以求證 耶穌說你們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的 你心裡面看到婦女動了一臉 你已經犯了接引了 那是這樣 全世界的人都該死 沒有一個人逃得掉 因為你這個definition出來之後 所有人都被卡死死了 對不對 那每個人都該死 所以現在每個人都死 對不對 而且都跟上帝分開 對不對 現在問題來了 那個上帝是一個 就像今天有一個法官坐在這邊 犯人來了 這個叫上萬強 偷了麵包 五年送走 殺人結果講決死刑 上帳 再來一個人 判不下去 為什麼 送來是他兒子 對不對 那他可不可以不要判 不可以 因為他是法官 基於職責他就要判 可是判下去又不捨 為什麼 這是我兒子耶 跟他有愛的關係對不對 判不下去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找別人代替對不對 保釋 保釋出具 保釋 全世界人都該死 全世界人都犯罪 那誰可以保釋他 要沒有罪的才可以保釋 有罪的對不對 沒錯吧 犯人可不可以直接互相保釋 然後全部跑出來 不可以 一定是外面 沒有人 全世界人都有罪的時候 誰可以保釋 最後就法官他自己 所以神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上 就是為了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死 耶穌來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死 你不要說基督教 可是耶穌死了就死了 那他不過是另外一個人而已 重要是什麼 耶穌還要復活 耶穌如果復活 他就是另外一個人而已 我跟你講要毀掉基督教 其實很簡單 你就證明耶穌沒有復活就好了 所以基督教最重要的 不是聖誕節 是復活節 復活節證明他是神 他不是人 你們信的人才可以得救 就是這樣子 這等於我今天要講的 基督教解碼 你如果不知道這個的話 你不知道 這時候瑪利亞 我也不是故事 也不是傳道人 但是我目的是 要跟你們解碼這個作品 你才知道 米開堂記得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耶穌那時候定時之下 被拿下來對不對 放在瑪利亞的腿上對不對 可是瑪利亞不知道 耶穌三天之後要復活 所以瑪利亞這時候 經歷到一個什麼事情 沒有錯 他是他肉身的 仔細路 就是那個什麼 處女懷孕生子 就是沒有帶著人的罪性 這是他兒子死在他手上 他當然傷心 這是母親對孩子的那種傷心 這是一種而已 只是觸動到一個 更重要的是什麼 他的神死在他的手中 他前懷他的時候 上帝也跟他講 這是上帝的運 對不對 是神耶 他的神怎麼會死在他 我哪去行哪西歐阿家 如果他真的會死 表示他過去的信仰都要崩解 對不對 過去所信仰都是假的 要崩解在這個點上面 所以他那時候臉很複雜的 他不是只是悲傷 對啊 不知道該怎麼辦 太複雜了 這事情太大了 包括他以前 猶太人的信仰都要崩解 他過去相信說 耶穌就是彌賽亞 那些整個故事都要崩解 他不曉得三天之後 耶穌復活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米開朗基羅厲害就是在這裡 他把故事的最高潮鎖定在這邊 讓你看到他的表情 這樣他的表情就對了 對不對 他如果太憂傷他不對 他就是那種憂傷過頭的那種情況 然後很多事情同時交錯在一起 才是這種表情 叫利愛吧 所以米開朗基羅叫做大師 第一個他選擇故事的情節 時間點 高潮 然後表情都對 就是好的導演 就欣賞藝術作品 現在會看 沒有錯 同樣在那個教堂裡面 有一個Berdini畫的 不是那個Caravaggio畫的一幅畫 就是耶穌三天以後復活 有一個叫Dalting Thomas 他就懷疑 我看就是人家跪了 耶穌後來就顯信在他門徒當中 就出現了 那門徒就嚇一跳 你不是死了嗎 怎麼還跑出來 那是人家還是跪 耶穌跪不吃東西 你把酒給我好 便給我好 那就證明了 可是這裡面門徒裡面 還有一個叫做多疑的多 他多疑的叫什麼 這會變魔術 我沒有碰到你不算 就說來給你摸 摸什麼 摸傷口 你知道為什麼在這裡 以前十字架的刑法 要確定這個人有沒有死 他逃 真的有請堵下去 堵下去那時候 如果流下來是血的話 他還沒死 如果流下來是組織衣 跟血小板分開 那就真死了 證明他死了 你就被拿下來了 是這樣 所以戳那個洞就是這個目的 那耶穌就把他守上 看看 所以耶穌後來講 你是看到摸到才信的 那人沒有看到就信的話 就更有福了 對啊 那基督徒接下去了 沒有問題 對啊 就是基督教信仰 他就講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台灣人很奇怪 台灣人都不叫基督教 全世界有22億多的人 都是基督教 其他跟基督教有關 有回教 有無神論 打仗都跟這個有關 當然不知道耶 我們是太ignore人 太無知到一個地步 世界發生的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我們四周圍發生的事情 可是我們 我們是環繞在三個大國家裡面 我們旁邊像 回教國 我們這邊有不同的基督教國家在控制 有無神論在我們旁邊 這都是 我們都需要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我現在補充這個課程給你們 我們的官員 你要當官員耶 難道這個不應該知道嗎 我跟你講 在基督教觀念裡面 跟我們 我們 我們的過去長大的過程 都是人為中心 遇到自然界有不同的事情 我們不曉得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製造一個神出來拜 所以他說功能神 Functional God 我們製造不同的神出來拜 這是人創造的 可是基督教講的神是什麼 祂是與中心 人是因為祂創造的 他叫做啟事神 他不一樣觀念耶 神觀就不一樣了 你慢慢就知道 這個Bernini 同樣跟他時間 我覺得他的技巧也不做 他現在講希臘的一個神話 一個男的追求一女的 追求到最後一秒鐘 那女的變成樹枝了 你懂嗎 辛辛苦苦一輩子在追他 追了好幾年 最後真的碰到他那時候 他變成手機 你就不能享受他 青春的肉體就變成樹枝了 很殘念 很殘念 對不對 技術一樣 可是我覺得 背後探討的問題不一樣 所以你們現在 異評家了 你在評估兩個作品 你是異評家 你要打分數 誰拿真正最後大獎 當然是前面那個 因為探討的議題問題 跟他的scale都不一樣 更大更廣 所以米開朗金龍 難怪是大師的大師 對不對 大家會看 同樣的在羅馬 有另外一個地方 有Fountain 我現在要講帝國節 你們看得懂這個Fountain是什麼嗎 看不懂嗎 你們逛到義大利 如果不曉得後面的故事 你不曉得他幹嘛 對不對 義大利人很喜歡雕塑 他的極竿 作為一個裸男放在那邊 你弄錯了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各個地方的河神 那為什麼是四個 地的四極 羅馬是因為帝國 只有帝國才敢把說 地的四極的河神都給我抓來 我家裡放在這裡 菜在這裡 讓你噴水 懂嗎 帝國就是我征服的地的四極 因為以前河流是生命的源頭 你那個文化的起始 泥河 多腦河 橫河的河神 都給我抓到這裡放 只有帝國敢做這種事情 他就要宣揚他的威風 你全世界的生命的源頭 都被我抓來這邊 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帝國節 你如果越南做這個不是很好笑嗎 對不對 小國家 或者新加坡做這個就很好笑 因為你根本不是帝國 帝國才會做這種事情 這是帝國的語彙 我們過去都用統治 我們看不見 來 很簡單 1889年的巴黎 巴黎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有沒有人講這是什麼 有人講對 艾菲爾鐵塔在巴黎 我們就直接講巴黎鐵塔 其實艾菲爾塔 1889年蓋好了 一年之內有上百萬的人坐上去 就下來 那是人類開始第一次有這麼高的建築 它有幾隻腳你知道嗎 幾隻腳 巴黎鐵塔有幾隻腳 我之前躺在草皮上面 從來沒想過這個 我就躺在草皮上面 它有幾隻腳 四隻腳 為什麼四隻 連到剛剛那個圖片 就地的四集 它只是抽象化 可是它宣告另外一個帝國來臨 什麼 之前是平面的 從此以後帝國新的定義出來 三度空間的 往天空發展 以後有自空權的才叫帝國 以前亞洲國家只有騎馬打仗 占地為王 從現在法國開始我就宣告 那時候有飛船 過幾年以後飛機飛過去了 你要長有自空權你才能叫帝國 要不然你不要叫帝國 所以新的帝國定義出來了 對不對 這樣會看 再過幾年以後 60年以後 天空算什麼 到外太空去 美國更新的帝國定義又出來了 Technology 你能征服月球 對不對 所以阿姆斯莊那時候我小學的時候去看的 就知道我年紀了吧 好 你先 我在看阿姆斯莊登陸月球 人類的一小步是什麼 我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 你看 你把它拉下去 這個腳印 不可思議 再過60年以後 是什麼 登陸火星了 登陸火星了 你可能不曉得火星跟月球是什麼關係 我請問你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這樣想比較簡單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是地球到月球 月球很橫的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地球到火星的距離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嚇死人了 距離 百萬千萬億 四億公里 這是什麼地方 羅浮宮沒有錯 羅浮宮是什麼 entrance 那是入口處 誰設計的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貝育民 幫法國人設計的 羅浮宮知道是什麼嗎 他們裡面收了很多什麼 歐洲的古蹟 寶物 為什麼貝育民幫他設計 為什麼設計這個 這個像什麼 這個形狀像什麼 埃及金字塔 為什麼是埃及金字塔 有沒有想過 在講這個之前 我跟你們講 來民政府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你要學習思考 過去你的教育裡面都不叫你思考 叫你背而已 大量的背 然後快速的出來 但是來這邊你要學會思考 你們說你們沒有信心 其實信心的基礎就是思考 你是透過思考 thinking Rational thinking 才產生信心的 我們對法理完全的了解 因為這樣你產生信心 所以 thinking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一環 我剛才講到現在都教你在思考 不是在灌輸 我教你怎麼思考 為什麼這個 我跟你講 帝國有很多種 有種是軍事的帝國 法國人以他文化的帝國自居 既然是帝國他就把它串回來 串到什麼時候 你知道西方文化的開始是什麼 他們認為是從埃及開始 所以從埃及 希臘 羅馬傳承到法國 所以背景做這個東西 深得法國人的人心 本來一開始抗議 叫一個支那人來替我設計這個 其實也不要 他是支那人中的經營 他爸爸是中國銀行的總裁 好像是這個 他從小就把他送到冰大 我以前學校念過一年 後來到哈佛去念建築系 後面如果沒事的話我繼續講 他就以傳承自居 所以在做那個金字塔 來 這是什麼地方 有誰看過沒有 看過我就快昏倒了 裡面真的有那麼高手 這是哪裡 這也是帝國 在英國 叫水晶宮 水晶宮 有沒有聽過 1851年 他們萬國博覽會 1851年的時候 他們就有大片的玻璃輸出 在工業上很突破 大片的 整塊玻璃 裡面有多少個 你們大小這樣看 看不出來 我跟你講 它裡面有 一萬四千個攤位 一萬四千個攤位 你沒有參加過任何商展的 你就嚇死了 一萬四千個攤位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幫你說好吧 一萬四千 每個攤位要幾個人顧 兩個人好不好 三個人好不好 購一個攤位 兩三個人 乘以一萬四十多少個人 那是攤位 遊客來看對不對 裡面要載多少人 至少十萬人 十萬人 十萬人照來 十萬人照來這裡 不用吃不用請 不用上廁所 光是上廁所這件事情 你就嚇死人了對不對 光是裡面的運輸交通 你要電梯拉上拉下 裡面有電梯 還有冷氣空調 你要用十萬人在裡面 你當初送來也要交通 這邊的人走下來 有的一走路有的一車送來 在1851年的英國做這種事情 不是帝國是什麼 那時候歐洲各國 包括美國都跑去看 1851年 1851年很早 這次是改變的 這次是改變的 那時候也有明天 如果有明天 進去選擇 它們選擇 那時候 那時候 你選擇 那時候 要唱歌跳舞買當空 錯 地國人每天都在上班嗎 很辛苦的下班嗎 不是 錯 我跟你講 地國人大部分都在玩 美國人大部分都在接受教育 大部分都在做夢 都在玩武器 修台 我隨便講這幾個就是 嚇死人的數字 光就玩來講 男生 你們看NFL NLB NBA NHL 這幾項運動 每年的產值就到440億 跟470 billion Billion是10億 百億千億 4700億美金 每年產生這麼多錢 這個懶散讓台灣吃不完 你剛剛是幫他做制服 衣服 鞋子 就做不完了 每年這麼多錢 A reasonable estimate of the total U.S. sports market would be這個數字 台灣的GDP多少 474 billion 他擠你光是玩而已 就是你的全國的 玩喔 你看他勝利喔 我還沒講entertainment 娛樂事業喔 娛樂事業又180 billion 你看 美國啊 什麼迪士尼啊 什麼電影產業啊 每年就普通數字 這個還沒講完 我們來講NASA 做夢 他們喜歡做夢 海底 地底 南極 軍事研發 美國夢 American Dream 每年就這麼多個Billion去用 教育 美國教育 我現在講一下 這是什麼 光是加州的大學就這麼多了 全美國有6000多所大學 6600多所 嚇死人了 每個大學 光是加州的大學就這個數字 裡面有名的 我隨便唸給你們的評判 加州 伯克萊 史丹佛 加州理工學院 UCLA UEC 我光是唸這幾個學校 就已經嚇死人了 光是年度預算就嚇死人了 我隨便講了大學的數字 這是長春等的大學 長春所用一共所大學 Brown Columbia Columbia Dormouth Harvard Princeton Penn Yale 這裡面前20名 這個還沒有到20名 前20名總和是 每年捐給學校的錢 是420個Billion 約13兆台幣 這三條 每年管後學校的幾年 13兆台幣 所以什麼叫投資報酬率 為什麼大家很心願 要去念美國的大學 為什麼 因為他們放很多錢在大學裡 你都想說美國學費貴 不貴 以你所賺到的東西 跟你投資的錢不成比例 外國人你從小有交稅嗎 沒有 美國人交出來 交到現在大學變那麼大 你去美國那個大學 在享受他的資源 就很少的錢 就要投資報酬率 你看光是捐給Harvard 每年就一億台幣 美國的錢 精英學校就是這樣子 美國在玩的遊戲 美國在玩的遊戲 大學 這是什麼 美式足球 有看過美式足球嗎 沒有 來 只有三個人 這裡面每個人都長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同心 有一個人200公分 我就說 這個怎麼樣 他說我沒有那麼壯 他只是高而已 他裡面每個人都這樣子 所以打這種球類要做什麼 一定要戴安全帽 因為衝撞力太大 大到每年都很多人斷手斷腳 死掉的 光是玩這遊戲 你看 這是他們高中球隊 這是他們 漢肇都要好 高中 大學 職業隊 每年多少 他們一看 你看球場多少人在看 你不覺得很奇怪 這種遊戲只有在美國 跟中國跟大國可以玩 連日本都沒辦法 因為他沒有這種人種 隨便找幾個 就是200公斤300公斤的人 身高都是200多公分 前面一排站出來 你怎麼玩 沒有這個國家可以玩這種遊戲 而且都很昂貴 每個器材全身 配備裝備都是錢 他們都高中 都開始玩起 每個人都買保險 這裡面涵蓋的錢多大 你說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玩 你看 這種打法 那樣是要讓你死的 我怕死 對不對 這種衝撞法 最後一定上單架 一定是這樣子 奇怪 美國為什麼喜歡玩這種遊戲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跟你講 他的玩法 我跟你講 他有quarterback 四分位 前面的 有receiver 有running back 有receiver 就是到前面跑風 有後面跑風 有接球的人 都不一樣 他每次touch 10樣 這樣玩 然後他們在玩的時候 他們有人專門在上面 解讀對方的戰術 然後用無線電跟下面講 然後下面教練再根據所有的訊息判斷 下面要掐一球要怎麼打 這很像什麼 很像軍事對不對 沒有錯 這是做軍事訓練 在他們這遊戲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好好的角色 你把你的角色演好 在玩團隊 teamwork 他們從小在訓練teamwork 所以任何一個NF裡面 玩出來的小孩子 到後來到企業界 都是一個很好的領袖人才 他知道怎麼組織管理 領導統譽 你們要換腦袋了 不能只問為什麼 你要知道為什麼 不是只是問 要有答案 所以我來這邊上課 是給你們答案 沒有時間在等你們問 因為有些問題 你們問不出來 我就想要他們是戰術戰略的運用 這只是美國一個中期部 一個叫Big 12大學 每個鋼盔 老早就是做企業識別 老早就做企業識別 幾十年前就開始玩這個了 難怪是帝國 所以後來他們軍種就這麼多 軍種的種類多少 你想說 航空母艦 自己幾百 什麼中國什麼航空母艦 什麼瓦梁國 死人 那幾百 這都航空母艦 他們有幾個軍種 你看 U.S. Army Marine Navy Air Force Coast Guard 海岸防衛隊 也是很大的一個東西 每天的預算都在這邊 你看到 18兆台幣 每年18條 光是在養這個軍隊 每年要支付 我還沒講退伍軍 還沒有講 國家的什麼隊 國民兵那些 都沒有講 我只是講這些基本的配備 你看 逆中飛機 無人戰機 就是最近 你看他們現在打仗 已經改變形勢了 美國現在打仗 已經不再用人了 這是未來的趨勢 你沒有這種科技 你沒辦法打 你知道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中國搞不清楚狀況 我慢慢講 最近你只要上網打IS的 美國怎麼打IS 無人戰機 那怎麼打 你們看那個螢幕 有啊 我跟你講 他們就算一般人 他們把槍藏在 大的袍子裡面 有沒有 走在女人的中間 對不對 突然一個子彈 砰 就打那個人 就那個人倒而已 旁邊的人都還好好的 那這人怎麼打掉 針對目標 他們叫做針對目標 他以後的 以後的戰爭形勢 越來越講究 過去是無選擇性的殺害 你炸彈一下來 平民百姓下面人 畜生都殺死 這不對了 以後只針對你的敵人打而已 這叫無人戰機 你穿槍的裡面也沒用 因為他用別的方式 就可以穿透你 看到你身上有帶什麼東西 你就裝死也沒有用 因為他還看到你心臟在跳 他把打到你完全死為止 確定你死為止 多可怕 現在的無人戰機就這樣子 他做的斬首就這樣子 嚇死人 美軍以後就這樣子 你飛機摘了沒關係 再按一次 又吸內架飛機就起來 因為沒有人在裡面 因為沒有人傷亡 因為他都在戰艦上操作電動玩具 現在其實沒有 你像他這樣玩 沒有 你知道真正戰爭 他最近不是還有什麼雷射炮嗎 已經變成標準配備了 雷射在短時間就 比你飛彈都來得快 對不對 那時候中國不是嗆嗆 雷射遇到雲霧就沒辦法 不好意思 他還有一個武器叫做電磁炮 電磁炮就是MV MASS 乘上速度 動能 超過八倍音速 飛彈頂多四倍 八倍 四倍追零 不動的目標追不到嗎 所以你只要不要起來 你只要一起 砰 就是一個重量 直接就小小一塊鐵 很快的速度 就把你毀掉了 根本不用玩 這個我還沒講完 還有更嚴重的 真正的戰爭開始 不是在地球上打的 在外太空打的 怎麼打 戰爭開始 沒有結束了 怎麼那麼快 發生什麼事情 在那個短時間裡面 所有的衛星都被打掉了 你現在需要全球定位 一定要用衛星去定位 美國殺手衛星 把你的衛星都打掉 你要根據什麼定位 你飛彈要打哪裡 量都量不出來 所以最先的戰爭 是在外太空打 一下就打完了 砰砰砰砰 結束了 衛星全部打掉了 只有他的衛星留下來 那你只有挨打的分 不然你有材料 你去發射那個衛星看看 看誰比較厲害 你還要把這種無人東西 放到火星的人 你覺得他可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當然容易 所以這叫Predominant 你要知道科技 你才知道你自己的ground在哪裡 所以代表人在畫態度 傻瓜 你知道台獨要做幾件事 你真的要台獨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要打敗美國 你要打敗美國 沒錯 因為他軍事佔領 台獨代表戰爭是美國要打 你不要搞錯了 第二個你要打敗日本 第三個你要防堵中國 台獨一群傻瓜蛋在講什麼 你懂嗎 你是被佔領地 你要跟誰宣佈台獨 日本天皇擁有你 你要在日本再打一仗嗎 台灣人最好眼睛放亮一點 知道自己是誰 選擇最好的路軸 所以我們走法力 我們不是靠武器 不是靠這個 你法力也很可怕 因為法力 我們今天才有今天在這邊 等一下我講到法力 我看我有多少時間可以講這個東西 不要 跳過 你們上高級班再跟你們講 來 這個 不是高級班 到正式訓練的時候再講 因為有點牽扯到多 今天只是講藝術節 先看完這些 有一個共通點 你們先想想看 先不要講答案 來 看到這個 這看得懂嗎 台灣史解碼裡面有稍微提到這個 你們看得懂嗎 看不懂 看不懂 舉手 看不懂 請問他是畫飛機大砲嗎 是不是 不是 你看得懂 他畫的是男生嗎 你又知道他是畫女生 畫幾個人 五個 你又算得出來 你一定看得懂 你怎麼說你看不懂 看有 怎麼看不懂 看得懂 只是他 你所看的跟你過去以為的不太一樣 你有一個先入為準 以為那樣才叫人 這個不叫人 可是他還在畫人 他叫做立體畫派 你知道什麼叫立體畫派嗎 這是麥克風 這也是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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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只有這樣才叫麥克風嗎 我這樣也是我 這樣也是我 這樣也是我 怎麼一定要這樣看 不是 對不對 所以時間固定 觀察點動的時候就產生這個東西 叫做立體畫派 同樣一個人從不同角度去看 把它放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 你知道嗎 叫立體畫派 皮卡索在1907年畫的 你們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畫 你現在看不懂 你看 昏倒了 1907年 你哪裏什麼人1907年出席 皮卡索已經畫這樣 所以台灣人 你看 有漢堡 百幾年錢的人畫的 你看不懂 不是長這樣 是觀察點的不同 就是你時間固定的時候 你觀察點不同 會產生這個結果 所以是遊戲規則改變的 你看他還是用傳統的觀點 所以我們要改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觀點 沒關係 我講 皮卡索是他學人家的 你講那個叫做寫實畫 寫實畫就是單點透視 但是你多點的時候 會產生剛才那個結果 皮卡索是他學賽上的 賽上怎麼學 皮卡索怎麼學他 立體畫派的觀念 他說跟一個人學 跟誰學 賽上也是個畫家 他很喜歡畫山 最後乾脆搬到山前面 每天就畫這個山 畫到最後變成這樣子 看有了嗎 飛機了 你會不會解讀 我今天給你們解碼器 對不對 你們看不懂 我給你解碼器 你們在座有沒有寫生 小學 高中 國中有沒有寫生 你知道寫生是什麼嗎 早上帶著便當然後帶著畫 就跟著老師去外面 好高興對不對 水彩畫 請問你們寫生畫都畫多久 一節課 只有一節課太短了吧 兩個小時 不是都早上去 然後中午吃便當 然後再下課嗎 都在座嗎 現在都縮短了 好啦 縮短了 有沒有人寫生畫十分鐘的 有沒有 沒有 我們班上會的學生都畫十分鐘 老師走了就跑掉了 老師下課又回來就教出去 對不對 有沒有畫一分鐘的 有沒有一秒鐘的 有沒有一秒鐘怎麼畫 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畫一秒鐘 來 這些都是一秒鐘的寫生 是不是 他定格 不是一秒鐘是什麼 所以每次我去看學生畫畫的時候 我說 同學你在畫什麼 我要畫寫生 我說太陽早上是在這邊 現在都到這邊了 你的影子都換位子 你為什麼還要畫早上八點 你搞噴 重畫 老師你不要開玩笑了 重畫 你是不是寫生嗎 寫生就是畫你看到的 現在不是這個樣子 你在畫什麼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是很冤枉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這就是解讀這個 賽上就是一個很乖巧的學生 叫他寫生 他就是寫生 他這邊調顏色 綠色調 綠色放上去 不對 一朵雲過來顏色變了 所以他重新再調新的顏色 調完以後太陽又出來了 他再換一個顏色 所以搞不好這樣 都灰灰了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畫三個月的話 這叫做三個月以來 對這座山的寫生 這樣看得懂嗎 所以它是什麼 觀察點固定 時間變化 我剛才講皮卡索是時間固定 觀察點變化 這樣會嗎 他就是這樣偷過去的 這叫解嘛 你們頭腦要靈活 我教你們思考 我是不是要挑戰一下內容 我跟你講皮卡索就是因為 觀點改變之後 他幾乎像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 妖魔鬼過來都跑出來了 所以皮卡索就挑戰一件事情 畫畫誰說一定要畫在帆布上 畫畫一定要畫長的那個樣子 觀點不同對不對 有的人就開始 有的人覺得畫畫就是觀念 加上物件加上意義 我把它分開來 這是真的椅子 畫出來的椅子 字典上對椅子的定義 是很有意思 對不對 你畫不就是觀念加上視覺 加上這個嗎 然後我把它拆開來可以嗎 他說畫畫一定要在畫布上 沒有啊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壁雷針雷打下來 上帝幫我畫畫 可以嗎 可以啊 看你定義什麼對不對 有的人講說 整個用推土機 從山上推土在海裡面繞一個圓圈圈 也可以啊 他的創作方式這個 有沒有厲害 有的人就畫漫畫也可以是畫 還不一定要畫那種 傳統在美術館的畫對不對 叫普普藝術嘛 來 再來 這是什麼 哇 你看這一尊 這一台一台是船 這是一個島 這是船 有個藝術家他很喜歡包東西 他就把島包起來 用粉紅色的布 他包一個島不夠 包兩個 包三個 包十幾個島 我們都製造業啦 我們都製造業啦 我來跟你們玩嘛 你們製造業 我就用製造業語言 我跟你們講 請問 這些都是布啦 製造業你要製造多少布 去包一個島 這是第一個 你包完以後 那個布要拿去賣給誰 第二個 第三個 你怎麼把這布連在一起 第四個 這個水是流動的 你怎麼固定這個布不要飄掉 第五個 你要坐一台飛機 從天空往下照 在台北市 直升飛機出一台 然後兩個crewman 然後還有一個攝影師 然後後來做剪輯 一百萬 一百萬 跑不掉 你從租飛機上去這樣拍一下 他要拍幾趟 才能拍到這個照片 那這些船都是做什麼呢 幫他鋪這個布的 來 給你看 有沒有 這純 你看有多少個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直包 跑到那邊去 多少個島被包起來了 他這布冬季 他還喜歡包海岸 他把整個海花都包起來 用布包起來 有笑嗎 他還喜歡包德國國會大議堂 把整個包起來 他還包這個 Crystal & Sean Cloud 這是帝國的藝術家在玩的遊戲 這款在台灣怎麼可能產生 跟他很想 這個瘋子 浪費布料 浪費什麼 他後來又去包紐約市 你看 有沒有嚇人 海岸線把他包起來 那個氣勢多大 你看 往布包起來 你們誰會想到這麼瘋的事情 海岸浪一直在打 浪一直在打 風一直在吹 你們想不通 這不是非帝國人士所能了解的藝術 你看 真的去包城市 野心有沒有大 你們想得到他做得到 你不是精采公共 什麼叫抽象畫 這才叫抽象畫 剛才那個不叫 那叫做立體畫拍 大概是寫實的一種 抽象畫 完全沒有reference to anything in the real world 真實世界完全沒有 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這是Seit Trombley 這是Richard Dippincorn 這是Jackson Pollock 他就用dripping 用沙 墨的方式 你們在座如果經過60年代是大人的 那時候牆壁很多就用噴這個 因為受他的影響 他在我們的牆壁都是用噴這種東西 只有少數人知道 年輕一代又不知道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掛在美術館 很多人是在越看越不懂 越看越生氣 越看火越大 那一幅畫又賣好幾百萬美金 就有一群藝術家就抗議了 所以產生了一個反動組織 什麼反動組織 普普藝術 這叫做抽象表現主義 因為它Predominate 就是控制所有的美術館 在美國的藝術界 歐洲藝術界都席捲 擺這個東西 於是有一群藝術人說 我們只是一般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 太intellectual 太high art 太low art 我們做一些大家看得懂的好不好 於是他就畫什麼 每天他美國人喝的罐頭 我就畫罐頭給你 可不可以 你知道他是不是在開玩笑 有那麼反鳳的意味 藝術家就是反鳳 你畫那個高深的 我就畫在粗顯的容易懂 他就每一種湯 下面是什麼口味的罐頭都畫出來 放在美術館給你展 瑪麗人摩路 60年代瑪麗人摩路的肖像是最夯的 大家都想到這個女 這好不好看 不要再去看黃色小鴨了 這個比較有水準 這是普普姨在Jeff Coon畫的 有漂亮 有可愛嗎 你看小朋友這麼小一個 他都用花作的 這個有氣質對不對 這更漂亮 視覺上是不是比較漂亮 在做女童心 可能對美學比較有感覺的 有漂亮嗎 這漂亮 看了就喜歡 看什麼黃色小鴨沒水準 看這個 普普衣術有比較高級的普普衣術 造型也可愛 大小也很可愛 超級大對不對 我可以說普普衣術沒什麼 什麼東西放大都變普普衣術 把奶瓶放大 把曬衣夾放大 廢城就有這個作品 這好不好看 我每一個都讓你驚豔 我每張圖都讓你眼睛為之一亮 你都要用頭腦去想 你沒聽沒看 這不在水裡 這全部都是懸掛 那種水在水裡面 感覺上 那你以為在水裡面 這那種魚 這用茶去調 這是木頭去磕的 所以你不能再用 你過去的思考在想事情 它給你那種感覺 它達到目的了 但是它完全不是 這都是放的 都茶 這個很有名的女生 我講這個 我要留一點時間講其他 這以前的紐約 你看 18多少年的紐約 你看以前電話線多少 根本沒辦法跳樓自殺 一跳下去卡住了對不對 一跳下去卡住了 一跳下去 後來1907年紐約 已經鋼股結構蓋大樓了 現在紐約 好啦 生存節 我先跳 這個跳一下 來 有一段時間我跟你們講經濟 因為以後 你當官員的話 沒有經濟的概念不行 美國說民政府要接政權的 兩件事情不要做 一個是不可以怎麼樣 喊獨立嘛對不對 貪污那是個人的方面 可是我們整個整體總向 你沒有講錯不能貪污 但是整體走向不能走向什麼 第一個不能獨立 第二個什麼 不能走向共產主義 那你們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嗎 不是那麼簡單 共產主義怎麼產生的 因為資本主義 那你要知道什麼叫資本主義 你們知道什麼叫資本主義嗎 不是那麼簡單 事情不是我們想那麼簡單 來 聽我解釋一下 資本主義的基本的概念 只是一個 vague idea 讓你們比較容易進入 什麼叫資本主義 它不是just by你們的定義 這個是在十五世紀 就叫啟蒙時期 enlightenment 之前是天主教控制很多 人就沒有做研究 可是從那時候研究 人就沒有做研究方法分析 迪卡爾 迪卡爾 Pagan 開始 他們研究方法分析出來以後 人就開始去探索大自然去研究 我舉個例子 說這個可能大家要獨立 你們有煮水嗎 你們這裡有沒有煮水 煮水 有嗎 這幾千年 人類煮水已經煮好幾千年 人類煮水已經煮好幾千年 對不對 可是 沒煮 煮幾千年 只有一個人發現蒸汽的奧秘 它就變成combustion 蒸汽機 對不對 因為蒸汽機就開始推動機器 就開始製造機器可以用火車 用蒸汽推動 你們家只是煮水 可是沒有人去研究 只有少數人真的就發現 也就是說 它本來是在大自然裡面存在的奧秘 可是因為人的探索 它變成一個很有用的東西 所以把這個應用在製造鞋裡面 本來一缸頂多做一雙鞋兩雙鞋 有了機器以後一天做一千雙鞋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research裡面 產生了technology 科技 科技完了以後什麼 做製造生產 製造很多product到市場上去賣 再製造一個金融系統 再把賣掉的錢回饋再做R&D 然後在R&D再發生新的科技 這科技再拿去新的產品再賣 這個資本主義的輪在滾動 那因為這個整個資本主義的system 在走之後 產生什麼 ignorance was overcome 現在已經沒有無知的人 現在大家都上網對不對 大家都會有智慧語行手機 對不對 過去要叫你去讀書太困難 可是現在為了要上網 大家都自然就語言就各種都會 英文不會現在也會 日語不會也會 輸入法都會了對不對 以前黑心的說 你自己不知道後來要做什麼 但是什麼樣馬上就可以跟人家Line 對不對 這就是逼得人就學 現在文盲就很少了 因為每個人都自己上網 所以很短的時間 你就獲取很多的知識 不需要等老師跟你講 你自己去找資料就有了 所以ignorance was overcome This is was killed 以前伊波拉病人一出來 少說有十幾百萬人對不對 以前黑死病一出來 整個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見 現在不會 你只要稍微十幾個人 聯合國就什麼安全組織 衛生組織就進去了 就是因為這個知識 以前我跟你說 伊波拉病毒沒出來之前 就要研究伊波拉 你不可以等到伊波拉出來才去研究 那你不會有 那表示什麼 在他之前可能投資了五十年 一百年在做這個研究 那誰要投資這個錢 就是平常你在做這個賺的錢的時候 一部分撥來做這個東西 每一家公司 比如說華碩最近贏了Asus 他做R&D每年撥3%到5% 利潤裡面拿出來在做研究 為了要保持競爭力 實驗室也是 隨時每一個實驗室都要上億 基本的製品裝備裡面的藥材 裡面實驗的東西人員都要養 這養了五年 十年 一百年之後 才會有隨時有病毒出來 有隨時對付 這樣 日本有些做實驗 已經做了十幾年 都不知道為了什麼 可是當病毒一出來 就知道為什麼它存在 所以這樣子 This is was cure Poverty 現在平均壽命也延長很多 貴起動不動 平均壽命台灣在35歲年 對不對 Poverty was eradicated 現在說 沒有錢要寫很少 除非是政府 奧到很嚴重才會這樣子 正常的國家 你只要願意輕輕做工作 一定有錢在這裡 就算沒有一個社會福利過來幫助你 不會讓你餓死的 現在人類社會 因為敗資本主義所是 這些好處都得到了 還有什麼 War was eradicated absolute 戰爭的形勢也改變了 過去一次的mass destruction 大量的毀滅 現在改了 現在就是關鍵斬首行動 那一次就是 伊朗不是說要研發核子武器 鬧個沸沸揚揚 新聞連續報了幾個月 說伊朗要開始發展核子武器 就突然間不見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計畫的主持人 有一天上班的時候 突然不知道哪裡來一個小型飛彈 砰 死掉了 這個計畫就結束了 就這樣子 這個計畫整個就結束了 天外飛來一個子彈 當然是從無人飛機上去打 我不曉得怎麼打 但是就是突然整個案子就結束了 未來的戰爭形勢是這樣子 只要cause trouble 那些人結束就結束了 以後未來戰爭是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資本主義 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那我問你 這個輪子再轉得太快也不行 轉得太慢也不行對不對 還有速度上的問題 太快經濟會怎麼樣 過度膨脹 你製造的美幅會消費 你要速度剛剛好 大家消費錢在回饋 所以太慢也不行就停滯了 大家不願意消費了 製造速度太慢了 所以speed什麼問題 還有一個 怎麼讓這個輪子停止轉動 怎麼讓它運作 我跟你講 有錢人要有買不完的好東西 窮人要覺得我只要努力 就可以往上爬 對不對 讓輪子轉動就是要這樣子 下面的人覺得我要往上爬 上面的人覺得 我還可以有更好的東西來 這才會讓輪子轉 輪子讓它不轉怎麼樣 窮人得到滿足 有錢人覺得有罪惡感 那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裡面有錢人是罪 沒錢的人是無產階級專政 那是不是就跟打抵觸了 你推行共產主義基本上就是 反對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是不是變敵人 那美國是整個資本主義的龍頭老大 我怎麼會容許台灣去走共產主義 對不對 共產主義就是有 家庭都不用錢 政府都要錢 對不對 有錢人跟你鬥爭 過去共產主義就是這樣子 你去看古巴就好 看北蘭就好了 大家散到哪些 它不會有多餘的慾望 那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讓你不斷 所以你今天才有手機 要不要幹嘛做手機就好 有電話可以講 我以前就講說為什麼要有手機 想不到 我反正拿來打電話 後來知道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做 有這麼多功能 人類的社會因為這樣改變 日本有一種概念 他們叫做下流社會 前一陣子出來 下流不是你講的下流社會 就是在日本的社會結構裡面 發生一件事情 在社會裡剛出到年輕人發覺 我一個月只要賺一萬多塊 我還住在家裡面 我需要都得到滿足 為什麼 上網不用錢 在日本上網不用錢 我吃個7-11便當 要去UniCrow買個折扣的衣服 我會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跟上時尚 卡拉OK朋友約約一個人付 沒有多少錢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真的要社會上 往上爬的時候 我付出代價很多 我每天要八點起床 然後幾點才能下班 公司還被老闆罵 要申請我要付出很多努力 那整個賣了 不要給你玩了 所以他就Stay Law 保持在社會的底層 這樣就過得很快樂 他一樣有朋友每天玩 有自己的時間 可是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一個社會裡面 如果下面都這種不想長進的話 這個社會就死了 所以經濟就會停止 動不了 我跟你講 我來講 你們如果以後要當議員還是閣員 隨便有一個法案來 所以以後為了節能減碳 我們把所有賣場的溫度 提高亮度好不好 節能減碳 我們可以省下多少錢 這樣好不好 為什麼不好 為什麼不好 對 你講到重點 我跟你講 當你提高說 我們家比較涼 我整個在我們家就好 就不用去賣場了 賣場的東西不會出去 要做什麼人 馬上經濟就開始停滯 Slow down 一停滯的話 經濟不是讓你 爬到爬到爬到爬 它要慢慢的運作到一個地步 就要一直滾動的 所以你的任何決策 不能單方面思考 如果我們民政務官員 不懂的什麼叫 基本的經濟模型 你怎麼知道做正確的決策 一方面一頭熱人 人家喊說 大家在節能減碳 好好好 都要集齊這個法案通過 他就死了 後面跟著來就是死了 就整個社會都沒頭路 開始有遊民就走出來 問題都走出來 不是 事情不是我們傭人鄉 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我要 這些都是基本知識 你們過去沒有這種知識 你要下判斷之前 沒有鎖本來下決定 只是被媒體操作 資源回收人不是沒有頭 他的頭叫媒體 資源回收人有記憶力 你知道嗎 他記憶力多久 你知道嗎 紅中秋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收水游一個月就一個月 過了就忘了 因為媒體沒有再報 現在還誰記得 一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 因為媒體沒有報 資源回收沒有頭的 你就不會思考 你就是媒體 教你做什麼 叫你去買 去看黃色小鴨 你就去看黃色小鴨 對不對 叫你去一起去買什麼鞋子 什麼樣的化妝品 大家就一起去買 他就是你的頭 他命令你上街抗議 你就去上街抗議 結束就結束 媒體是資源回收人的頭 你們現在不是資源回收人 你們請出來 我還有幾分鐘讓我結束 為什麼要講經濟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 以前月戰 月戰誰跟誰打 美國跟越南打 月戰有俘虜營 關誰 關美軍 有美軍從那邊 月戰結束的登基營到 他叫德州 就帶一個大背包 包包 那種旅行帶 回到第二天早上 鄉庸照在銀行裡面 就到銀行櫃台 小姐 我要存錢 小姐就說 先生你要存多少錢 八千萬 這麼多喔 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處理 我請我們經理來處理這件事情 經理就出來了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是啊 我可以看看你的錢嗎 他的錢就一捆一捆 他把錢拿起來 拿起來看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這是大富翁的錢 你們知道大富翁是什麼嗎 你沒有玩過大富翁 玩具錢嘛 玩具錢嘛 玩具錢 你不要開玩笑 那個月戰退伍軍人跟他講 我沒有開玩笑 這個錢在我越南的俘虜營 是真的可以買東西 可以買紅酒 我要吃牛排有牛排 叫人家剪頭髮 可以由師傅來幫我剪的 也就是在俘虜營裡面 已經形成一個 服務跟交易的系統在裡面 他在經理也不是省油的燈 經理跟他講說 先生 只可惜你的俘虜營關了 如果還開的話 我倒是想用一些美金 跟你換這個錢 然後進去俘虜營去享受 這只是一個故事 你在想 你在說什麼 1972年的時候 改革開放 中國之前是怎麼樣 他也印鈔票 可是他鈔票沒有用 對不對 因為他跟整個資本主義運作 沒有關係 他是共產主義 所以他如果欺負東西 做什麼事情 他就透過邊界跟人家 以物易物 對不對 跟蘇聯 那時候蘇聯 你要什麼 來 5000公噸的北米 我給你換 煤炭 換來換去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錢不算錢 1972年 美國開始 開始看到四周圍的國家 怎麼資本主義的國家 越來越好 衣服越清越漂亮 越秋 越秋 他就羨慕了 他想這樣下去不行 共產主義再走下去 大家都死了 一定最後已經滅亡了 對不對 大家參謀 我真的吃大鍋飯 很可憐 這樣不行 要開放 就跟美國打條件 美國說 好 你要算可以嗎 就好像你大風要跟人家玩 你可不可以用外面的錢進去玩 不行 一定用裡面的錢 所以 中國的錢 要變成資本主義裡面 算錢才可以 所以開始有一個兌換機制 美國說 不然這樣幾塊錢 你自己訂吧 一開始等於是送錢給你玩 你玩大風一開始給你2000塊 趕快意思 西方國家給中國也是這個意思 我一開始給你一堆錢 我大量資金進去 我教你技術 你現在做的毛裝誰要穿 你做的腳踏車誰要買 沒有人要 對不對 所有把你訓練變成資本主義裡面 有用的人 所以前面幾年 十年 二十年 就是教你怎麼做的東西 製造生產 對不對 讓你慢慢好怕 可是你有錢之後 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應該拿這些錢 就去教育我的人民 提高它的知識水準 對不對 慢慢跟著西方國家的遊戲規則走 對不對 不是來亂 結果它都來亂 為什麼 仿茂的來對不對 山寨板一大堆 對不對 就是不按照遊戲規則在玩的 有點像什麼 野蠻人 對不對 他想說自己很好 想說自己很厲害 他到處去買武器 你如果買武器 只是為了自我防衛 那就算了 可是不是 它那是攻擊性武器 他到處去買什麼 油田 油田是什麼 準備要燒爬 要燒台中要戳油 你不夠油 怕一禮拜就結束 都不叫打仗 所以他買油田 這個就是齊心可意 不光是這個 他越來越去欺負日本 幾年前是不是開始欺負日本 沒事就給你人家人家 就是什麼 他覺得他已經老大了 我要挑戰美國 他又挑戰不了 所以他找老二開刀 因為他覺得他經濟體 已經大過日本 差遠了 經濟體不是光看錢而已 可是他以為他可以 甚至於還挑戰老大什麼事情 他說以後不要用美金計價了 改用其他貨幣 有沒有 結果美金馬上修理 對不對 現在貨幣是美國在算的 那輪到你中國來叫化管化家 最近歐巴馬亞一講 我們怎麼會容許這些國家 來制定他們遊戲規則 當然是我們在制定 怎麼輪到你 怎麼輪到中國來定遊戲規則 你不然以為你是新興國家 差很遠 這就是整個故事發展 可是他最後怎麼樣 所以美國一定會做什麼動作 以一個老大來講 三要挑戰老二 可是又不成熟 又是來 他是來亂的 他不是在支持整個資本主義 所以我要修理這個 怎麼修理 所以從宏觀經濟上來看 中國的經濟一定會往下掉 日本經濟晚上起來 這是我兩年多前講的 現在就完全按照這個事情在發展 你就繼續看下去 就是這樣發展 這是大環境 所以他們現在慢慢 他的數據會出來 就看他什麼時候數據也造出來 造出來之後都會崩盤 因為他們很多經濟 都是鋼筋水泥經濟 靠大量的公共建設 來衝高數字GDP 他如果沒有維持高經濟 錢不會進來 錢就走了 錢走了他就完了 因為過去前世 人家是故意要進來 幫助你起來 你起來應該趕這個機會 趕快改變你的經濟結構體系 你要教育你的百姓 不要再當barbarian 當野蠻人 你現在沒辦法做這件事 反而更加牽制他人民的思想 自己要用一套體系 他讓Google也不能進來 誰都不能進來 就自己要玩自己一套 自訂自己的電腦spec 開規格的 遊戲最重要的是遊戲規則 他們也知道這個厲害 可是輪不到你來定 所以這就是整體的大趨勢 大家都好像快睡著 還有精神嗎 民政務在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很簡單 大環境你也很清楚 美日安保就很清楚 我們是屬於裡面的一環 不可能放掉的一塊地方 台灣人還說傻子 想自己是中國人 你明明都不是 所以民政務現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的兩個主軸被我們抓到 叫做諸貼性 兩個論述 很重要 台灣未來前途有兩個論述 一個是歷史上的論述 你是本土台佛摩山佛摩山人 住在島上四萬年 我們人去那裡不是他們的人來我們這裡 這要搞清楚 這是我們歷史上的主軸 另外這法理上的主軸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不是只有台灣人 只有台灣人 不會幫助你任何事情 你只有清楚知道 自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才有被占領者的利益 人家才會按照戰爭法來保護你 你如果不承認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就out 你就到那邊去 因為你不承認 這個土地本來就日本天皇了 你是因為這樣才受到國際法的保護 美國再被迫要來 你知道嗎 我今天時間就講到這邊 謝謝